剛剛這兩個動作 本來的開發人員裡面的聚集 這兩個如何把它變兩個按鈕 首先的話如果把它變按鈕 第一個當然你要找到開發人員底下有個插入 有個表單控制項裡面有一個按鈕 按住它按下之後的話 請你在你想要產生按鈕的位置 因為它是十字 你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拖拉 它會有一個類似像長條的矩形 其實就是按鈕的大小 你把它放開 這個時候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將來想要執行哪一個聚集 我希望執行串接 這個串接點選之後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名稱順便複製一下 為什麼特別複製呢 因為你按確定之後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出現一個按鈕 不過名稱並不會叫做串接 而會叫按鈕1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 把剛剛的串接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就OK 第一個按鈕完成 第二個按鈕就清除 一樣的方式 點一下 然後在它的下方 拖拉出一個一樣大小的一個橘形 放開之後的話呢 點擊清除 一樣把清除兩個字複製 然後並且按確定之後 把清除貼上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OK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測試一下 清除 有沒有有了 串接 幣也有了 有沒有 清除串接 如果你可以讓它work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是成功了 那當然啦 以後呢 不是只能夠執行三個動作 如果你有三十個動作 也可以全部把它錄起來 有沒有 然後它就執行三十個動作了 三百個動作可不可以的啊 反正你只要是 就是在電腦裡面能夠做的動作 全部都可以把它變成程式 也就是說 有人甚至一個早上所有的事情 通通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就完成了 比如說你要產生某個爆表 自動按一下 自動爆表會產生了 當然你可以加一些參數啦 不過這個我想 如果你要做得很複雜 可能要 還要懂得去修改裡面的程式的參數 不然的話呢 會 可能會有點問題啦 好 那我們先從簡單開始 有沒有 三個動作 三個動作 所以你按下一個按鈕 它等於幫你執行三個動作 不用像以前每次都要再做一次麻煩 OK 好 清楚 OK 所以剛剛我們主要是透過什麼 插入這按鈕 可以把它完成 好 這個部分的話是 產生按鈕啦 當然如果假設你今天要執行的 這個比較正式一點 就像這個按鈕的話 那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我沒有要很正式啊 我只是希望能夠有一點 反正就是一個按鈕 一個可以按下去 我可以執行的東西 放旁邊就好了 比那個直接從那個劇集裡面去按 方便就OK了 另外當然你如果不用插入按鈕有沒有 你可以從在上方有個插入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插入圖 一個什麼呢 小插圖 只要是圖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拿來變成一個按鈕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增加一個圖 直接按下去 它就可以work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圖案的話 比如說你可以一張圖 然後它也可以讓你執行 OK 在這裡它會變成一個圖例的 那你可以看到插入裡面有個圖例啦 舊的版本沒有把它分 沒有把它擠 這邊有個圖 小圖示 有沒有 這邊有個圖案 圖案的部分 像 比如說我想要加一個笑臉 然後加一個叉叉好了 那我可以拿這邊有個笑臉有沒有 叉叉的話就清楚了 叉叉的話 這邊有個成號吧 這邊有個成號 拿來當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加一個笑臉好了 當我按下笑臉的時候呢 它可以執行串接 那我可以拉一個笑臉 顏色可以變更一下 顏色變成綠色好了 OK 那當然你現在按這個按鈕它不會work 你如果把它work按右鍵 可以讓它指定某個句期 比如說我指定剛剛我錄了一個句期 就是叫串接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假設你按一下 在旁邊點一下 取消 你按一下這個笑臉的時候 因為它已經被你指定成串接了 所以你按下它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這個串接的效果就出來了 那同樣清除的話怎麼做 插入有沒有 圖例 這邊就有一個小圖案嘛 插這邊不是有一個這個 一樣把它拉一下 然後變紅色 紅色就有這個 然後給了一下 那一樣的方式先做個按鈕 按右鍵 你可以指定聚集 那這個聚集的話就是 執行清除動作 按確定 在旁邊點它一下 取消選取狀態 這個時候的話 你再按清除 它就清掉了 有沒有 這樣感覺比較可愛一點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說我不要那麼正式 我只是要一個 我自己知道的機關 不要讓別人知道 像有的上班族 現在有個名稱叫什麼 薪水小偷之類的 反正他事情都做完了 然後他也不要讓別人知道 他已經做完了 然後可以自己裝忙 還是幹嘛的 然後等到快下班之前 就把事情 執行 他事情就搞定了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可以很多事情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OK 下班前再把事情給做完 其實你早就都做完了 因為之前 上我的課的一些 外面的 這個企業的學員 他一樣 其實他都已經OK了 但他其實就是 不能讓老闆知道 他已經做完了 不然老闆會給他更多事情 OK 他說 因為老闆不給他加薪 他只能這樣子 但你明白 有一派說法 有一派說法 他已經很會了 他一直學不斷學 然後來公司 給他加很多薪水 或者是他可以跳到別的工作 可以再增加很多的 他的那個酬勞 OK 或者是可以斜槓 OK 那再來的話 首先 第一個就是把剛剛的這個聚集 我們剛剛聚集 從這邊執行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 插入按鈕這邊加兩個按鈕 或者是說 從這邊 插入這邊有個叫圖力 他現在換在這邊 好像就 其實本身就可以看到圖案了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 可能你們同學裡面 應該有一些是舊版的 應該上面就可以看到 插入圖案了 這邊就有個笑臉 跟一個插 OK 或者如果你想要換別的圖 也OK 因為這邊好像最近使用過的 這邊還有其他的圖案 好 那也就是說 我們錄好了程式 讓他更方便的被執行的方法 OK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還有一點 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可以這麼方便 他可以幫我們寫程式 到底他怎麼做的 我也想要知道一下 將來如果 他可以寫出程式來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修改 改成我要的東西 有的時候 不一定每次都要重新再錄製嘛 既然已經用過了 不用每次都一下錄同樣的東西 才浪費時間的 OK 所以呢 如果將來呢 你有些程式 其實已經動作都類似的話 那其實你根本不需要重新再錄製 只是說你需要知道 到底那個程式放在哪裡 所以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那個按鈕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 他可以自動幫我執行 他的程式到底放哪裡 其實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問題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一個編輯 有沒有 其實編輯的話 就會幫你呼叫你程式出來 所以各位要點心理準備啦 程式就會出現啦 但這應該是大部分同學 不喜歡看到的東西 我發現好像同學看到程式 都會覺得蠻抗拒的 但沒辦法 你剛開始 好了 慢慢習慣 那按編輯的時候 會自動叫出這個東西 叫做Visual Basic 所以實際上你點這邊 跟點這邊其實意思差不多 編輯的話 就是把這個程式 放哪裡把它調用出來 或者你點這邊一樣 一樣喔 我們把那個編輯跟清除程式 打開來看看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 串接編輯按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就會出現 程式所在的 我的習慣會把它放大 然後移到中間這邊一點點 那你可以看到 錄製的程式在哪裡呢 其實喔 它的名稱就是叫Sub 有沒有 清楚嘛 然後End Sub 它結束的位置 串接的話呢 一樣是Sub 結束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們做了三個動作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幾行 一、二、三個動作有沒有 清楚嘛 所以我把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把前面這幾行 單引號開頭的這幾行 先把它刪掉 因為這幾行好像多餘的 這等於 單引號開頭都是註解 把它delete的掉 這邊把它delete的掉 我的習慣是把它delete的掉 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如何要 針對這個程式 我們可能要再做一些簡單的註解 讓你可以暫時看懂程式到底在寫什麼 試一下 先把剛剛的這個按鈕先完成